这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 现在就是谈到这个中枝番茄这一块啊 大家可以看看啊 就我们这个秧子 大家看到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就长得这么整啊 现在呢还没有去往上去吊腕 所以说咱们很多的中枝户啊 就有这么一个疑问 你长这么高不吊腕 到底可行不可行呢 因为咱们在实际这个操作过程中啊 很多的中枝户呢就是 这个秧子呢只要一起来 它们就开始去吊腕了 实际上呢并不是说呢 这个越早吊腕越好 你看大家看看就是像我们这种啊 就是现在已经拖起来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蜘蛛呢 现在最起码已经达到 这个50公分左右了 那么达到50公分左右呢 我们才要开始进行去吊腕 有些农户呢 基本上30公分就开始吊腕了啊 那么一吊腕以后呢 顶端又是非常的快 那么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这个情况呢 这个做果的这个结位啊 就会比较高啊 有些咱们朋友呢 不注重这个空旺 这个结位就比较高 所以说到这个上部 这个铁丝的一个位置啊 顶多就是六岁啊 六岁果或者是七岁果 那么咱们经过啊 就是说达到50公分 然后再往上去吊腕的话呢 第一个呢 是它这个 从这个根部啊 它最起码呢 有十公分左右呢 它是平展啊 在这个笼上呢 它是平展开了 然后呢 它才开始这个起头 这样子呢 咱们这个做果的这个结位呢 相对就比较低啊 也就是说比平常呢 就要多出来啊 一到两岁的一个果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 咱们经过这个蹲秧以后啊 呃 它这个秧子呢 会更健壮一点 就是说咱们提前的 这个吊腕以后啊 这个 不管咱们是用的 这个吊腕绳子啊 或者是吊腕夹子 那么我们从根部呢 啊 如果直接给它一记啊 它本身的这个木质布 还没有形成 所以说木质布呢 非常的脆弱 啊 很容易呢 产生这个勒痕 从而导致呢 这个营养啊 输送的过程中的受阻啊 这个呢 也是影响咱们产量的一个 啊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所以说希望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说 种植番茄呢 要向高产 建议呢 最起码要达到50公分呢 啊 50公分左右 咱们再开始啊 去进行调腕 想到 谢谢大家 看你 对 超为达到50公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